BeeBeeBee,娛樂大家10點半 子玲和王志賢代表黃金有序 劇組出戰娛樂大家10點半 不過他們兩位好像沒什麼信心 上次玩到現在都隔了很久 上次我是福爾摩斯拉 是第一屆的第一集 所以其實他們變了很多 我要問問你們,你有沒有再玩過 我沒有玩過 你沒有玩過嗎? 因為每一次他們叫我上來玩 我每次都不行,因為我一直在開劇 這段時間終於有一點時間 而且要宣傳黃金有序 我們穿黃金有序的代表一定要出來玩 疫情嚴重,大家工作都受到影響 子玲和Ben除了少出街自保之餘 還很緊張家裡的狗狗 我連回家裡,我的狗撲起來 我第一件事就是不讓牠埋身 不准埋來 我說先洗手…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還有一隻說我要先洗手 現在還在想 怎樣可以幫我的狗狗做一些消毒的措施 可能因為牠經常要到街逛街 看看會否買一些專門用的消毒用品 不會傷害牠們 很多…我的小狗也很多 是不是?你也要去養狗 我家裡有三隻 專門噴寵寵物 噴小狗 噴小狗 替牠擦手腳 其實我最近少了跟狗狗下街 原定我們一些海外宣傳的計劃都要取消 的確這段時間 我們在香港也好外地也好 的商演是真的相對的少了 大家都明白的 希望大家一起去共同這個時間 我想現在很多香港人都跟我一樣 盡量減少外出 減少感染的機會 就可以來家裡一起播劇 《黃金有罪》 今個星期是大結局 劇情也很緊張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